美南国际贸易中心ITC22号举办三月商业午宴 建立中美商业合作交流平台 促进休斯顿中小企业商业流通 活动上邀请高级饭店的管理人James 与商业房产买卖公司负责人针对不同主题做演讲 另外本月份的午餐会开始 李卫华先生也召开西南国际区及ITC 治安汇报关切社会治安问题 美南国际贸易中心每个月定期举办午餐会 由固定共同主办商 Small Business Today杂志执行出版人Steve Livani 邀请企业接触人士 现场针对不同商业创业领域发表演讲 提供企业人士交流合作机会 美南新闻董事长及国际贸易中心主席李卫华至此表示 国际贸易中心已经历时12年 感谢社区人士长期支持赞助 李卫华向在场人士报告目前美南新闻集团未来的商业计划 并表示从本月开始国际区管委会加入 由治安主任Brian针对社区治安做汇报 关心主流社会与华部治安互动 午餐会上邀请高阶饭店管理人员 以Make Money Where You And Millions Spend Money为题 讲述自己经营高级饭店的经验 诉求多元品牌经营的经历分享 另外一位主讲人 Cony Rankin曾获得商业房产公司奖项 他以God Give Us Wings为题 公开自己的创业秘诀 活动上 国际区治安主任Brian则做治安汇报 报告辖区内治安最新情况 未来也会邀请政府首长或警官至现场演讲 及交流沟通 研拟各项改善治安的对策 定期更新地区治安最新情景 现场保全公司及华人社区自愿自卫队 都到场与治安座谈